说这个有趣的之前,我们还要小结一下,因为还有其他的说法。 首先前节课有点没说完,这是路旁土,本身在野路,大翼土,随着这个土越来越多,越来越旺。 那么到最后呢,这个大翼土又变成了无上土,就是从没有用到最终的开始有用,然后无上又到屋里,壁上土,当然这个壁也可以是悬崖壁。 我们不拿这个土举例子,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土,它这个掌声味不太一样,有的说是活土掌声,有的水土,各个学说用的地方也不一样,不好究竟的。 我们比如说,随便拿一个叫活取例子,看行不行。 物质,物极,更新,啊不对,这是退位,并定,然后甲乙。 然后这还是对称。 看看还有什么呢?就是说这个物质,它在地支嘛,地底下,我们一开始生出来的这个火种,霹雳。 而且这个火,因为物质,它是比较成熟的。 在属于中年,就像这个雷震,这个雷为掌呢,仅次于这个钱贯,这个父亲的位置。 那么我们再看,这个炉中火,它是在银某位。 这个呢,在水的位置,水土主要是水,北方,那么它要激荡出来这个水火,它自然产生这种像霹雳一样。 那这个就不断地燃熟,炉中火向添了匹柴。 慢慢燃熟,那蒸蒸越上,越上越旺,丙丁就象征着青年。 那么甲乙呢,就是刚开始,对吧? 从天刚来讲,是甲乙刚开始。 就是外表这个火,不是很旺。 那么地支呢,地支在这个位置,也算比较旺。 所以说呢,这个辣啊,这个油啊,就源源不断的,也会给它提供。 长年不衰,甚至有长明灯之说,佛灯火,香火不灭。 它断什么不能断香火,人也是,这个烟,它就不断。 然后,五位呢,可以说是火最旺的时候了,天上火,这个没得说。 所以说,我们看从这个角度,同样是能解释通。 然后再换其他的不行。 感兴趣,咱们可以把那几个也说完。 这个丙身呢,就是夕阳夕下了。 但是这个,还是日月当空。 还是星星啊,太阳啊,还是依然如此照着。 然后,这个呢,甲乙以害呢,实际上这个火山已经灭了,到这儿。 但是,它还是有苗头。 什么情况呢,就是火山喷发的时候。 也是灰光焚热,最后一下子。 这个很有意思。 我们,要不然把其他的也换一换。 看看其他的是不是同样能说得通。 那这节课呢,我们后面又要延长了。 这就变成水吧。 这个名字丁丑,是吧。 下节课我们继续分享。 说不完了。 那么,这个说好玩的那节课呢,还在后边。 那又是民间的一个比较神奇的看法。 一种规律,非常有意思。 下节课再说吧。 画的写到哪儿是哪儿,不用看了。 好。 好。 画的课程我之前退出。